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到我啦,到我啦,終於到我了 由2020年2月去完澳洲之後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香港 所以今次我會去6日午夜韓國 2日富山4日首爾的心情特別興奮 好像小學生去旅行一樣 從來都沒試過這麼期待撿劫這件事 這麼期待拍這個Pack With Me 所以很希望大家陪我一齊揭開聚幕今次的旅程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帶什麼去韓國的話 就我們立即一起開始執劫 搭飛機的時候我會拿這個袋 他陪我去過很多地方 還是很新正 它是非常之大容量 然後裡面最重的一件事就是電腦 沒錯,作為一個勤力的Youtuber 我不想避免了跟大家星期六日的約定 所以我會帶過去 例如搭飛機的時候 在酒店出去玩之前 我都打算剪片 拿電腦過去 然後裡面會有這個袋 放了一條頸巾 因為它是Cashmere 就不想無限無限 有些毛粒的樣子 就帶過去了 再來呢 就會有我的鎖匙 這個公仔好像中了輻射一樣 是我和金生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一起扭的 這次我們有個目標 就是想找另外一個新的鎖匙扣去替換它 好恐怖 然後就是我的銀包 這裡是放港幣 還有少許信用卡 還有一個小袋 然後有我的小腳架 這個小袋裡面是放了一些相機電 一些SD卡 然後這個就是平日出街的時候 拿著用來做腳架的 它可以在那些肥仔開倉就可以買的 然後當然就有我的相機 還有這個座位長一點的腳架 也會帶過去的 最後就是一個斜背袋 今次我打算只是帶這個 因為預計自己在韓國會買袋 到時就可以換了 裡面是放了我打算在韓國拿著用的東西 例如有AirPod 之後有我的電話 然後有護照 然後會有這個卡住 這個我貪他有拉鏈 可能可以放一些東西 未想到放什麼 會有我的韓國地鐵票 然後有張Visa卡 有張Master卡 還有一張AE卡 之後我的外幣會放在這個袋裡面 裡面暫時我在家裡找到12萬瓣 對 它剛剛好 這個尺寸 而且可以放散紙 也覺得挺方便的 它可以這樣倒一些散紙 在這裡可以找 但我不見家裡有韓國的硬幣 我忘記了韓國有沒有硬幣 我平日經常去的 我突然間是沒有了任何記憶 所以為什麼今次這麼興奮 就是這樣 然後我的Potable 還有一包紙巾 有一支潤唇膏 還有一支唇膏 還有一支唇膏 它是Visa的BR311號色 一早想好要帶它去旅行 是有光澤感的唇膏 是很漂亮 然後很細支很方便 我只是想著帶這支唇膏 對 因為又是去到會買的 然後還有一支hand cream 這個袋可以放到這麼多東西 在行李箱裡面 我會分門別類不同的小袋子 例如這個 我放了六個口罩 現在韓國應該是室內才要戴口罩 但以防萬一 都是先戴定私先的 雖然可以買 我特意帶韓國沒得買的 香港迪士尼或者卡通公仔的口罩 然後會有棉花棒 一些膠布 然後會有一些養生的東西 這裡是花鹽草雪的瘦身茶 一個去水腫茶 會吃這麼多重口味的東西 有烤肉 然後還有醬油蟹 說起醬油蟹 我特意帶了一些黑糖薑母茶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歡喝薑茶 沒有理由帶薑過去熬水 所以這些一個一個很方便 還有它是貓貓形狀的 有這個貓身 然後有這個貓頭 然後金山為了它而設的 這個冰糖蜂蜜 然後黃菊茶 我見它有止咳潤醋的功效 金山下了訂單要吃炸雞 所以我怕它會喉嚨痛 或者有什麼不舒服 就帶給它了 約同喉糖會在金山負責 希望它會記得 啊 要帶快叉 差點忘了要帶幾盒過去 接著到下一個就是化妝品 我全部加起來 只有這個袋子 首先會有底妝 帶了YSL的Cushion 用這個可以走天崖 應該沒問題的 有什麼事到時再買吧 然後就是不死的Task Concealer 還有我有帶NARS的 他們這個組合是完美的 之後眼影呢 我就帶了MBE這個牌子 是Sarena給我的日本手信 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有掃 然後顏色 我今天也是用了這個眼影 我想試一下究竟它會不會用到Frenny 還有裡面有很大塊鏡 整塊都是鏡 我就可以不需要再帶鏡了 這個牌子我還帶了highlighter 裡面也是有掃很方便的 胭脂是Laura Mercier的Try 是我的安全牌顏色 還有他們的眼底蜜粉 韓國那麼乾應該不用怎樣定妝的了 但是眼底下了遮瑕膏的地方 就用一用它 修容帶Frenty Beauty的Ember 然後這個是Mascara 應該都是韓國的 但是我去到韓國就不會買它了 我會買另外一款 然後這個是Benefit的眉筆和眉膠 然後我經常用的Yuzu眼線筆 然後帶了一套迷你的化妝掃 裡面有碎粉掃、胭脂掃和鼻影掃 然後眼影掃我只帶了這個Sigma E20 人生不可以沒有它 用來blend開眼線的 之後有兩塊海綿 因為我會用cushion 沒有帶美妝蛋 這個用來上遮下膏的 最後裡面就會有些香水的Sample 沒有錯跑的 大噴突噴 這個就是我所有會帶過去的化妝品 到這一袋了 它是用來放在浴室的 可以掛在這裡 又是跟了我很多年了 首先上面那部分是關於隱形眼鏡的 有我戴痾的一個工具 然後有眼珠的保濕液 然後有六副痾的 全部都不是Olan 我特地不戴的 是一些日本、台灣痾 下面這裡就會是一些洗澡的東西 例如有洗臉筋 一包有白塊的 我覺得很方便去旅行 洗澡全部都是來自Evans Canada 有Sabon的Shout Oil 這個是Eve Poche 他說比較滋潤的洗澡 還有這個帶給金山的 可以洗澡再加洗頭 Body Lotion 我也是帶了Eve Poche同一個系列 然後我自己洗頭就用Return Shampoo和Conditioner 這個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現洗頭的時候 是脫少了很多頭髮的 然後帶了兩個Pantene的髮膜 非常之方便 還有不能缺少的髮醋 下妝洗臉都是Canvas 剛好找到細細枝的旅行妝 然後呢 金山的洗臉就是Eve Poche 它的最愛之一 這麼大袋 是護膚品來的 裡面有我的梳 我不能缺少的Tango Teaser 然後呢 這一包是一些安平 或者是F-O-Care 一粒粒的護膚品 例如有Toner 我帶了六粒過去 然後有少少的Serum 有些Gel Cream 可以給金山用 這些Gel Cream 會比較輕輕一點的 還有呢 就會有些安平 小小的那些全部都放進去 既然有安平 我當然會帶我的導入兒過去 我已經充好電了 就不用帶充電器 很方便 而且我真的很怕自己會水腫 所以呢 就可以這樣一路用 去滾一下它 然後它有牙刷 韓國我記得 在印象中 他們是酒店沒有牙刷的 我要提金山戴 如果不然它一定不會戴 然後呢 有個頭髮的Oil 對 因為剛才我沒有帶那個Hair Oil 就放在這邊了 然後呢 會有這麼大支的 我不知道它是眼霜還是眼精華 我當它是精華 因為它也比較薄一點 在我身上不算是很滋潤那種 但是用來打底就剛剛好 然後還有一袋是化妝棉 我是不是很喜歡袋中袋 大家有沒有發現 然後呢 就會有Embryolis的這個 它可以用來做霉霜 妝前底霜 或者急救面膜都可以的 不過我都帶了他們的霉霜 因為我很喜歡這一款 然後面膜我是帶了四塊的 耳鼻不時之需 一定要有N3 然後這個是high膚的面膜 我有多怕自己水腫呢 然後這兩塊呢 其實是帶給金山的 我怕我敷面膜的時候它想敷 就帶兩塊加蛋給它 除了Evocare的Toner 我還帶了這兩款比較保濕的 有Fresh的 還有這個是厚的 精華帶了三個 晚上用Caudalie和厚 然後日後就用Serenia 再帶了Caudalie的這款 做晚間面霜 還有這支Effoche 就給金山用的 還有厚的眼霜 還有Serenia的Facial Oil 最後了 Caudalie的黃厚水和Aster Leaf的防曬 我實測的時候不記得了這一款 其實它很用的 它很好推 還有它推開會有提亮感 但是不會泛白的 飾物我就放在這個盒子裡 打開上面會有三條頸鏈 然後下面會有兩條橡筋 這條的底部還有一些黑色的橡筋 我想著可能自己想紮一些鞭邊的時候會用到 有錶 然後會有耳環 還有我用開的戒指 對 都是一些平時大家常見 我會用到的飾物 然後直髮鏈會帶GHD 充電器 三符鞋物就不足夠說了 現在最忐忌是它 究竟我戴不戴它好呢 它是一個長羽絨 在釜山是用不著的 我看到11至20度是比香港涼少少的 但是首耳就是1至13度 天天應該也不用穿的 是晚上出去的時候 是情熱結來的 我很久沒冷過了 我很想穿羽絨 所以是自己私心想戴 它很大塊的 放在行李箱裡很搖位 要手持在飛機上睡覺 還有在行李箱裡有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一罐曲奇餅 這個是Jani's Cookies 我在韓國會約了一位韓國的朋友吃飯 想了很久 究竟在香港帶些什麼手上 給她問她想要什麼 她又說沒有什麼想要呢 我就覺得不如買這個Jani's Cookies 以前我記得很多韓國人都喜歡買的 我想他們會喜歡吃吧 這個就是這次我收拾行李箱的大概 這個部分是和我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看過呢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接下來當然會有Travel Vlog 有Shopping Haul 有很多可能不同的企劃 買了手信給大家 記住看IG想要什麼手信 如果想要Post卡的話 我當地如果看到 就可能會買一些 然後Post在IG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片 逢星期日更新片 逢星期日更新片 12點 我差不多要出發了 下次再見 拜拜